另一方面,一名网友昨天上传一段影片显示 工程部副部长出席一所大学毕业典礼上熟睡 即便身旁的人多次摇动,唤醒他也不为所动 当事人透过推特回应,副部长因为健康问题 所以才在典礼上睡觉 伊丁沙里透过推特账号回应称 尽管健康亮红灯,但还是坚持应约出席毕业典礼 而且也批准了经济资助这间学校 不过伊丁沙里没有具体说明自己的健康状况 但是他曾经患有心脏病前科 而且出席国会会议的时候 突然呼吸困难倒地,送院就医